有一种女人,不讲究吃穿,也不喜欢打扮,却过得很有福气,在这个充斥着容貌焦虑的社会里,大多数女性都不一力的打扮自己,以便跟随社会浪潮,但就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慢慢丢失初心,将生活越过越糟,反而是越不讲究吃穿,不喜欢打扮的女人,往往过得越好,这也是有原因的。 主要有以下几点,每天一点新思路,每天一点新感悟,欢迎订阅珠子国学,认清生活的本质,在圈内有着素颜女神的宋家,无论在剧中或是剧外,都经常以素颜世人,在她分享的生活照中,先有精修和美颜的照片,她本人的穿搭也十分朴素,与常人无异,时而穿着蓝色的运动衫,背戴牛仔裤,展现自己清新休闲的一面, 时而穿着宽松的卫衣,搭配浅色的长裤,展现出青春活力的一面,在出演人世间时,她也是全程素颜亮相,除了能看到她的法令文,基本找不出颜值的瑕疵,宋家本人更是坦言,我特别喜欢我的法令文和类构,这是我的优点。 简单的灵魂,是质朴,简单的内涵,是本真,简单的皈依,是智慧,喜欢简单的女人,不是不会打扮,而是不以为然,她们已经认清了生活的本质,不需要物质点缀,独立有趣,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小舍得里的南建龙至此都喜欢自己的前妻赵呢,不仅仅是因为赵那长得好看,更重要的是赵那知情识趣,能够给她灵魂的安抚,而陪伴照顾的后老伴蔡菊英,虽然跟免费保姆一样照顾着她的生活,可她的内心还是看不上的,女人的独立有趣是通过学习和修炼来的,读书胜过一切高档化妆品。 所以毕书敏说,读书是最好的美容产品,也是女人最好的朋友,独立的女人不仅仅是经济上独立,思想和认知也很独立,她们从来不会依附男人而生活,自己有能力挣钱,也有能力让自己快乐。 思想独立的女人,是不会用被赞美和被肯定来获得愉悦的心情,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去追求心中的梦想。 内心富足且自信,甲平挖在《自在独行》里这本散文集里,也曾谈过到关于女人的一些问题,她指出,现代的女人总是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美, 总是很难活出真实的自己,在男人面前,他们总是要化妆,总是要打扮,以为这样,就能展露出自己美丽的一面,甚至还有些人,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不惜去整容,变成和他人一样的,千天一律的美,可这种美,是畸形的,是毫无意义的,是没有灵魂的,你看天上的麻雀,一排一排飞过去,你看不出任何的区别,也永远不会留下任何的印象和好感。 那些整成网红脸的人,不正如这些一排排的麻雀吗?大家都一样了,也就不再真实了,不再是所谓的美了,有些女人,他们对自己的外表和形象很有信心,他们不需要靠吃穿和化妆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和吸引力,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来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喜爱,他们觉得自己本身就是最美的,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修饰和装扮,这样的女人,他们往往很有个性, 魅力,气场,他们敢于做自己,不随波逐流,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他们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也有着自己的方式和方法,他们虽然没有华丽的打扮和妆容,但是他们有着自信的笑容和气质,他们是生活中的领导者和榜样。 活得真实,苏采说,因美丽而成功的人很少,因成功而美丽的人比比皆是,一个女人,年轻时活得不世故,年老时活得不泄气,就是完美的一生了,有些女人,她们不能容忍脸上的每一道皱纹,因此,她们愿意花大价钱动刀打针,希望能够留住岁月,而不爱化妆的女人, 对于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使不完美,不漂亮,她们也不会在乎,因为她们早已与自己和解了,她们不愿用美貌去换取成功,也不愿用美貌去取悦他人,她们的梦想,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真实是她们的目的,坦然是她们的享受,不随波逐流,林清玄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 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那些不化妆的人,不是邋遢,也不是不修蝙蝠,而是他们从来不会因为他人的看法,而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从不会随波逐流,这个世界上,对于吃穿和化妆,好像从来都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要求人们一定要这么去做,不去做,就是败类,就是依类,我们太过于在乎别人, 别人的看法了,也太过于对自己不自信,我们有着太多的,不必要的容貌焦虑,但这些都是束缚我们的枷锁罢了,做事更务实,现实里,有些女性,天生是事业型女性,她们觉得做事情,更充实,更能带来安全感,比化妆打扮,适合玩乐,要有意思多了。 之前看一部影视剧,女主角正在筹备婚姻,但是遇到工作上的一个电话,都立刻赶过去了,对待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她都不是很在意,而是选择去做事,更别提平时的吃穿。 打扮了,她更没兴趣,不在意物质上的享受,还有的女人不在乎吃穿,并不是她们没有讲究吃穿的能力,而是因为她们的境界很高,根本不在于这些物质上的享受。 其实人生在世,需要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道,交流潮于森林,不过一只,严属隐和,不过满腹。 想要的太多,在乎的太多,最终只会让你迷失了你自己。 道圣和夫说过,没有节制的欲望,是人生毒品,如果一个人过于追求物质上的享受,那么他的欲望永远都得不到满足。 你觉得你吃得好,但永远有比你更好的,你觉得你穿得美,美技的新款层出不穷,如果你太在乎物质上的享受,你就会陷入物质的泥潭,注重时间效率和经济节省。 不化妆的女人通常做事效率非常高,她们十分有目标,对自己人生规划十分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们或许不注重自己的外在,但她们会通过在化妆方面节省大量的时间, 从而把这些时间投入到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上面,这样的女人认为化妆十分浪费时间,也为她们做事情习惯高效率。 所以不愿意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她们可能把这部分时间节约来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早上起来跑步锻炼身体,午休的时间阅读或者享受傍晚宁静的时光在院子里看星星,这些都是她们认为重要又值得做的事情,而不是把时间花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活得脚踏实地。 苏存曾说,因美丽而成功的人很少,因成功而美丽的人比比皆是,一个女人年轻是活得不适故,年老是活得不泄气,就是完美的一生了。 从不化妆的女人并不是不爱美,也不是没有钱买不了化妆品,而是内心朴实,更愿意以自己最为真实的模样活在这世间。 有些爱化妆的女人会为了取悦他人,而过度地打扮自己,利用自己的外貌,为自己的事业寻得一条洁净。 而从不化妆的女人对自我,有着清晰的认识,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着明确的定位,不为取悦他人而活着, 也不会为了功名利禄而遗失自己的初心,看重能力,现实力,人和人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女性极为看重自己的做事能力。 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她们自己的事业成就,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历和业绩都更加重要, 并且她们觉得自己只要能力强就够了,又不靠脸吃饭,也不需要靠脸来取悦男人。 而且她们认为化妆是很花费时间的事情,所有浪费时间的事情,她们都没兴趣,这就是她们不爱化妆的根本原因。 不靠穿衣打扮来吃饭,现实里,咱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说到底就是个高度分工的地方,你干你的活,我忙我的事,各司其职,谁也不靠谁,既然这样。 咱们干嘛非得把大把时间浪费在装扮自己上呢,天天琢磨怎么保养皮肤,抹着抹呢,时间一长也是不小的投入,对那些靠脸吃饭的来说,这叫职业要求,可要是换成咱们这种普通人呢,没必要呢。 咱们又不是模特,也不是网红,哪有那么多闲心给自己搞这些,就算蓝点,潦草点,谁又能说什么,那些明星和网红,讲究打扮, 那是因为她们的美丽值钱,能换来大把的收入,保养是她们工作的必要成本,追求事业与自我价值的平衡,这些女人在事业上追求卓业。 同时,也注重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平衡,她们有自己的事业理想和目标,不断努力追求更好的自己,她们勇于面对挑战,不畏艰辛,展现出坚韧和毅力, 她们懂得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将事业与家庭,个人生活相互融合,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性在社会中同样可以展现出无限的能量和才华,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从中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 与其用外在的标准去定义女性,不如去关注她们内心真正的需求和渴望,尊重她们的选择,欣赏她们的多样性,让每一位女性都能活出精彩的自我。 女人越是在意外表,越会忽略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比如内在,灵魂,事业,那些不爱打扮的女人,恰恰把生活重心放在提升自己上,希望把生活变成想要的样子,她们远离容貌焦虑,做真实的自己,如此才越活越随心,越来越幸福,希望你也是,从此快乐无忧,自在逍遥。